燕子搬来了所需的材料,不过这怎么又要在家门口干活呢,后面阿宝可是还在睡觉呢。 燕子也没管那么多,直接拿起工具就开始干活了。 可这嘈杂的声音最终还是把熟睡的阿宝吵醒了。 阿宝哭闹的声音也是被燕子听到了,立马停下手中工作,跑去哄阿宝,看来这天的劳作又要推迟了。 接上回,吃完午饭的燕子,立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了。 而这次要做的东西是一张小桌子。 燕子平常吃饭,连个像样的吃饭的地方都没有,不是在床上吃,就是在地上吃。 这次燕子受够了,所以就准备自己动手改变现状。 而这制作桌子虽然不比搭建房子,这小东西制作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的。 只要材料齐全,燕子就能直接手搓出来。 但就算再简单,那也要费些力气才能做出来啊。 不过嘛,这都是些小问题,燕子累了可以随时休息,饿了家中有泡面, 并且还有的是时间消耗,拿捏一个小小的桌子,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吗? 况且,现在燕子可谓是技术娴熟,只需要脑子中有个想法,就已经是万事俱备了。 锋利的锯子在竹子上来回拖动,不断地发出沙沙声,没几下,手底下的细竹子就被锯断了。 然而,这还远远没有结束,虽然桌子很好搭建,但所需的材料却并不少。 况且,燕子不仅仅是要做出桌子来,还要将其做得好看。 所以,这也是燕子在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,但为了让这简陋的房子看着更精致点,所以不得不把家具做好看点。 就算别人看不上,但起码要自己看起来舒服些,再怎么说这都是自己家,要是自己都看得不舒服了,那这搭建出来的房子不就白费了吗? 随后,再将所有东西拿到门口后,燕子便开始给这些竹子做上记号,方便一会儿给它们进行处理。 只不过,要想在竹子上凿个远口,可不是件容易事,所以他还得需要一些辅助的工具将一根竹条劈断后,便直接敲进了土里。 随后又取来另一半,将其也敲进了泥土中。 这样一个简单的固定装置就做好了,不仅简单还牢固,之后就是正式干活了。 但这干活的声音却吵醒了床上的阿宝。 阿宝醒来后便开始哭闹,燕子听到动静,立马停手,却哄正在哭闹的阿宝。 看来这次制作小桌子的任务要推迟了呀。 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。